印度这个国家,非常不自量力,非常自大,干了很多事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,脑回路很奇怪,刚刚,又干了一件非常幽默的事,印度将于十日乳班阿富汗问题安全对话会议,但巴基斯坦和中国均将缺席,这次会议,巴基斯坦和中国都明确拒绝了,巴基斯坦拒绝得很干脆,是直接拒绝。 中国方面则表示,因为行程安排问题无法出席该会议,但中方称将通过双边或多边论坛,就阿富汗问题随时保持沟通。很显然,中国拒绝得比较委婉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日表示,中方因为日程原因不变与会,我们已经答复了印方,中巴两国反应不同,翻译过来也有差异。 巴基斯坦的意思是说,你也配举办这样的会议。给老子滚,中国的回应翻译过来就委婉多了。 中国的意思,我那天没空,咱改天再闹。中巴两国为啥不参加,印度举办的关于阿富汗的会议。 在我看来,根本原因有三个。一,印度根本不配举办这样的会议。这真的不是贬低印度。也不是看不起印度。而是印度真的不配。 印度是阿富汗的邻国吗?中间还隔着苏敌巴基斯坦。印度是联合国武场吗?印度是世界一游强国吗?印度举办这个会议能影响塔利班吗? 印度除了人多。可谓一无是处。在这种情况下,印度举办这个会议。在国际上又有什么价值呢?谁会承认呢? 二,塔利班政府根本不甩印度。有两个原因。一是因为印度之前一直支持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府。一直到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府接近倒台。 印度依然高调支持。所以塔利班和印度之间虽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。但双方实在是缺少共同利益和语言。 二是因为阿塔从起源就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。虽然在美国占领阿富汗期间,双方关系一度对立。 但后来塔利班依然是得到巴基斯坦的大量支持。所以双方从信仰、利益方面都密切相关。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。塔利班政府肯定选择站在巴基斯坦一边。而巴基斯坦与印度又是施不两立的世仇。 现阶段哪怕只为考虑巴基斯坦政府的情绪。塔利班也不会搭理印度。 三,印度根本没有资源和能力来应对阿富汗事务。 阿富汗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。美国投入了数万亿美元都没能摆平。 现在美国撤军了。阿富汗的问题依然非常难办。要让阿富汗恢复发展。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。也需要大量时间。 真正在其中主导的国家。必须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。两者必须具其一。否则就只能当参与者。 巴基斯坦虽然不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。但它对阿富汗塔利班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。 所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那么印度呢?既没有强大的政治影响,也没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力。 用老百姓的俗话就是要钱没钱要是没事。这种情况下你凭啥作装呢? 美国哪怕与阿富汗塔利班,又不共戴天之仇。塔利班也会与美国单独沟通。因为美国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。 阿富汗到现在还有几十上百亿美元在美国扣着。阿塔当然不得不与美国沟通。 但阿塔有什么理由与印度沟通呢?印度是出大钱了吗?别的不说。要想阿塔有点反应。怎么说也得援助几亿美元吧? 当然这是对他国价值和意义不大。但对印度自己来说还是有点意义。那就是证明了印度对阿富汗还有影响力。 说白了,就是自己在自己国民面前制造一点了以滋味的理由。以证明印度够强大。既然是主办一场阿富汗问题安全对话会议。那总得有对话对象吧? 中国不去。巴基斯坦不去。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也不去。那到底谁去了呢?根据媒体的报道,目前阿富汗周边地区七个国家,已确认出席本周三会议。 包括伊朗、俄罗斯、塔吉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、扩曼斯坦。我们不禁要问。既然这个对话没有太多意义。这七个国家为啥还去了呢? 其实原因很简单。印度是他们的大客户。对伊朗来说。印度会从塔纳购买大量石油天然气。这种客户怎么能得罪呢?客户想玩。就派个客户经理陪他玩玩吗?俄罗斯向印度出口大量武器。俄罗斯也是能源出口大国。所以印度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客户之一。那当然也得派个大客户经理陪着高兴一下。客户高兴了订单就多多的。 何乐而不为呢?至于塔吉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这中亚五国。 亦则他们也多是大的能源出口国。印度也是他们的潜在或当下客户。再加上中亚五国都市俄罗斯小弟。所以,印度只要拉上俄罗斯。俄罗斯也能拉上小弟,一起陪大客户喝酒吹牛。 更何况俄罗斯还可以给小弟们说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傻钱多的客户。小弟当然欣然前往。印度这场会议讨论什么呢? 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。这场阿富汗问题安全对话会议为期一天。会议聚焦讨论阿富汗日益资奖的恐怖主义问题。 以及相关安全挑战及其不确定性问题。印度的这些套路。完全和美国一个味道。根据印美的说法。 这次会议是印度的一个机会。一个证明塔利班胜利并不意味着印度失败的机会。报道还否认印度试图对喀布尔什加影响力的说法。 同时宣称印度会提供无条件援助。一直和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。这种语调。阿富汗塔利班怎么会欢迎呢?而且。印度嘴上说无条件援助。那么到现在援助了什么?口惠而是不至。那不就是美国模式吗?所以印度的这个会。中国巴基斯坦根本不可能参与。印度又不是中巴的客户。 莫说客户经理。就是一个客服人员,也没有价值往那派啊。中国的婉言拒绝。虽然看起来保住了印度的面子。但实际上却也是霸气打脸。巴基斯坦不去。是因为印巴两国本身是不两立。巴基斯坦当然不会参加这一会议。中国不去。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打脸了。因为那意味着中国根本不甩印度的这个会。甚至连不当回事都算不上。 是直接无事。印度这个国家永远搞不好。从来没有脚踏实帝国。干的都是假大空的事。美欧的真本是没学到。坏毛病全学会了。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印度干的事都很奇葩。 当然。他们自己并不会那么觉得。不过。奇葩的印度才是好印度。否则未来人口超过中国了。又是一个反华国家。还真是麻烦。现在一个喜欢自大自嗨的奇葩国家。对中国来说挺好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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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